今天是2013年9月26号 好奇宝宝来到中兴大学图书馆7楼 来到了这个手工智勤的林电威先生的这个个展 那现在我面前的是中兴大学的公关林嘉宜小姐 她要来帮我导览一下这个个展 林小姐你好 你好我简单做个介绍 国立中兴大学从9月3号到10月18号 在图书馆7楼的艺术中心有展出林电威先生的手工提琴个展 林电威先生她是我中兴大学的校友 非常特殊的是她念的自身物化学研究所 就是跟艺术或者是木工方面是一点渊源也没有的 但是因为她是家里从小是从事木器的一个工作 所以她等于说后来她接下了父亲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事业之后 她就把她对于古典音乐或者是对手工提琴的热爱转到了制作手工提琴的这个部分 然后比较特殊的是她从她制作的提琴是全部都是透过自学的方式 她从国外进一些书籍进来自己看书然后自己学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进来到会场会场主要是分成两个区块 一个部分是展示十把手工提琴 就是全部都是林电威先生制作的 那十把提琴其实是她不同阶段的时候做的东西 那她是2008年开始自己学习制作提琴 其实到现在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只有五年 可是她这五年之中非常的认真 所以她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参加意大利的一个手工提琴的一个比赛 她的名字叫做史特拉瓦底里国际制作智琴大赛 台湾一共有三个智琴师去参赛 然后林电威先生他是第一次参赛就入围 这是很难得的一个荣耀 然后对她来说她其实也觉得相当意外 因为自己透过自学的方式能够获得肯定 对她来说是她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兴奋 当初参加这个比赛是所有入围的一个提琴 她都会制作成一个手册 然后我们看到右手边第二个是林电威先生的一个提琴 对然后现在她有在播放的是提琴自动演奏机 这个是林电威的名字 对这是提琴自动演奏机 她放在会场里面是透过她的那个音乐打到她的音响里面去传播出来 是希望让她有现场演奏的一个效果 对这个也算是蛮特殊的 所以她现在是现场演奏吗 没有她现在是播放那个档案 但是因为现场如果只有展示提琴 没有一点音乐的话好像展现不出我们提琴 她拉出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她的自动演奏机是指 她是指这一个这一块 哪一块这一块 对这一块 她就会播放音乐出去 然后她会传到里面的音箱 然后再出来 就让她是透过这个音箱去做声音的一个传播 就是等于用她的音箱来 然后让你知道说 那也许这个琴她拉起来 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是是是 然后再过来这个部分 这个背板其实蛮特殊的是 连电文先生她去意大利参加比赛的时候 现场的一个布置 那她有特别提到说 因为上面的每一个人物 其实都是这一次有入围的一个 的一个参赛者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在会场里面 有特别把他们照片放出来 也会觉得自己有受到重视 哪一位是 哪一个照片是 好没关系我们先讲好了 然后这个部分 她其实我们每一个展 就是展场的每一把琴后面 那部分都会有一个介绍 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 透过她展版的介绍 去了解一些东西 那在这个部分 比较特别的是 她有介绍说 那这个奖项是怎么样的特殊 其实她其实是 自寝界的奥运 然后她的评分标准也有这几项 就是例如工艺等级 配件 漆料 或者是整体的气质 还有木料品质 这一些等等 对 所以这是她评选的一个依据 对 然后这一位就是 林六位先生 对 那她 她有 她的这样的照片 也就是在她自己的位置 那边签名 对 所以她就特别签名留念 她会请每个人 在自己的照片下面 所以这一张就是她 是她 对 这一张是她 那里是这一张 啊 在那里 但是她不是很清楚 你是说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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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较不清楚 啊 所以还是在这里 比较清楚 是 所以她就在下面 签了她的名 当她到时候 当时也是写中文吗 还是 这里是为了展览 写的中文 她上面是签中文 下面是签 她的英文名字 所以她是两种签 是是是 这个是什么 这边就是介绍一下说 那个手工提琴的一个历史 然后因为 李定文先生 她的英文名字 叫做威廉 所以她的一个 工作室 也就叫威廉 工作室 哦 对 这样 了解 好 谢谢 然后我们现场也 也有提供 一把提琴是 如果你是会演奏提琴的 可以现场是 感受一下说 她的提琴的一个 声音啊 或者是说 触感怎么样 这样 对 我会拉小提琴 我们有一些 同学或者是 说她的朋友 我会拉二胡 然后这个背板呢 是李定文先生 他去意大利北部 这是一棵云山 云山就是我们 做小提琴 前面的背板的一个木材 这个好大 林先生呢 人在这里面显得非常的娇小 可能核抱都抱不起来 可能要两个人 看这个样子可能要两个人 不知道多少年的 然后来到这一区 可以看得到四把的提琴 它比较特殊的是 它是用同一块山 峰木去做它的背板 背板的部分指的是这个地方 是 那四块 四个提琴 它是分别是大提琴 中提琴 跟小提琴 四块 四个提琴 我们一般是四重奏的一个 那个乐器的配置 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 那它用同一个木料 去做它的背板 有一个好处是说 它可以减低 因为不同木材 它们所造成声音上面的差异 所以我们听起来 会比较和谐 所以它当时在这里 就有把它 这块木板要切割之前 就在上面画好的纹路了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有画的 然后我们开幕式当天 其实也有请到 一个四重奏来演奏 那现场演奏的效果 就是非常的好 所以它就拿这四把 当场就拿下来 直接是当场拿这四把演奏 然后来到这一区 主要是展示说 它自作平停过程中 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 然后这个工作台呢 是它自作手工提琴的工作台 是林立伟先生从德国进口进去的 听说所费不止啊 对大概十万块左右 我看到这边我看到这边有展示一些图片 是一些比较古老的古琴 1936年的 这是1936年 然后这边我看到 年代更久 是191716跟1566 那我们等一下要看到 第二个展览区了 哇 哇 哇